水没有一定的形状,也没有一定的形态 或大气磅礴如瀑布,飞流直下三千尺 或细水潺潺,竟然流淌过低洼 欲热则废,欲冷则凝 哪怕夜间一抹露珠,仍仍笑颖朝霞,熠熠生辉 不同的外界环境确实会带来不同的心态 尤其是深处低谷的时候 甚至感觉到所有的事情都糟糕透了 其实放平心态,你会发现 许多事情并没有看起来那么糟 人当学会同时一样,知变通,懂进退,乐观豁达